记者林家东新北报道 天气严寒 新北市瑞芳景分区未免独居老人受冻 由所长律元与李长关怀独居与弱势家庭 需寒温暖之余 还送他们暖暖包、围巾、毛帽等防寒物 让老人们感受到温暖与关怀 新北市贡辽区奥迪地区靠海 冬天在东北季风与海风加乘坐用下 格外寒冷 奥底派出所长陈毅宏 今天与真理理长赵瑞昌 特别准备暖暖包、围巾、毛帽等预涵物资 看访李内若是家庭与独居老人 陈赵带着预涵物资 拜访李内高龄90岁的王姓老玉 老玉见陈赵跟门相当感谢 陈毅宏说 赵李长请搜林李 发现需要帮助的李明 主动关心问候 探视时值今年入冬最强寒流来袭 警察爱心不落人后 也主动关怀 独居老人 瑞芳分局分局长 谢宗鸿表示 他经常鼓励同仁在执行时 能深入访查发现需要帮助的弱势民众 适时的给予关怀与协助 谢还呼吁民众若有发现需要帮助的弱势租群 可以主动通报给警方或区公所设服单位 并请注意居家用电用火的安全 让人人都能平安度过寒冬 我现在想请大家点赞阳